这个呢是我在Costco买的这种虾仁 这个是比较小的这种 挺便宜的 但是因为这个虾仁因为带着的这个尾部 所以说呢它就是吃起来呢 比较新鲜口感也很不错 我现在就用这种虾仁来做这个虾丸 这一袋呢是908克 一定要把它们泡在水里 然后解冻 这样呢才可以用来打这个虾泥 然后用这虾泥呢 非常有弹性的这种虾泥呢 来做这个虾丸 就不用放任何的淀粉和水 它的调味料只用盐跟胡椒粉 等到这个虾仁全部都解冻以后呢 去掉尾部 然后我们再来做 现在呢这虾已经洗好了 就是这样摘去尾部 直接放到破壁机里 摘这个尾部的时候呢 稍稍捏一下它就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往里面放入盐 胡椒粉 我偶尾呢也会放一点姜汁 后面的那个姜汁是我冷冻过的 不用放任何的水 哎 加入点盐 胡椒粉 胡椒粉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 然后呢最后放入一点姜汁 这姜汁我有的时候放有的时候不放 也可以放几滴酒 但我通常的时候都不放的 然后放在那个 破壁机里 从低速开始往高速打 然后这样盖盐盖子 然后需要一个这样的刮刀辅助翻拌 从一开始 这个时候它的大速再三 就这样就可以了 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不需要打得太碎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现在我来开始做成虾丸 这个虾丸呢 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要把它冻起来一部分 你也可以用勺子直接来弄 也可以就是直接 放到这个盘子上面就可以了 用这个木片的这一寸 这个下碗很好用来做汤做火锅 有时下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饭 可以用来用它下面 放在筷菜面里也可以的哦 好 这一盘就做完了 现在我们把它冷冻 正好呢 家里呢收获了青蒜 我等一下用这个青蒜的这个梗 然后盒放在这里面就放了一点点土豆 来用这个虾丸做个汤 现在这个水呢已经热了 但是还没有开 刚才冻上一些 然后现在我再来继续用它们做汤 因为这个虾呢不是冷冻的 所以说它比较容易熟 要是如果说冷冻的一定要小火多煮一段时间 注意一定要把它们煮透了 我现在就把它们这样直接下到锅里就可以了 煮几分钟 它们都飘上来呢就好了 然后一次呢也用不了这么多 我会把它盛出来一些 尽快的呢再下一顿把它们吃完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 拌开一个看看它的这个里面呢 就是你看是很软很嫩的 你不需要放任何的淀粉 和其他的让它软嫩的这种添加剂 就可以做到很好吃 现在的这个汤呢 因为地里面呢也收获了青蒜 我用它来煮一个青蒜汤 等一下陪你饭吃就好 这个汤呢也是很清淡的 就是只要放上一点青蒜 等一下放一点盐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家的香油也没了 就这样煮到这个青蒜软一下就可以了 成品呢就是这样的 我帮你放一点米饭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